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蓝,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有网友呢,让我评论一下今天这个新闻联播的第一段 这个长达将近要六分钟的这一段 这一段说的是什么 是在海军的生日之际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倾赴海南某军港 这个某军港就是海南三亚的榆林港 那在这个军港进行了非常重磅的交接仪式 我都非常惊讶 怎么这个第二艘055拉萨舰刚刚还交付 刚刚在海市 现在已经第三艘大连舰都已经在交付了 然后前不久好像刚刚交付第二艘075 其实第三艘075海南舰也停泊在这个港口 还有一艘这个有一个规备的 这个094弹道导弹核潜艇 也是我们常说的战略核潜艇 现在这个核潜艇上面可以携带巨浪三型了 那么显然在这一次 我感觉096的交付没有这么明显的在举行这个交付 给我感觉北京还是有意要隐藏 不公开的那30%的武器的一部分 所以说更厉害的 这是没有亮相 但是这三艘舰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我们的自信 代表了我们的能力 代表了中国速度 各位网友 有传言说 有传闻讲 这种传闻也是很多网友告诉我的 我自己也去问了一些人 好像是有这种传言 说要满055 满五艘 习近平就会摁下武统舰 那么从 在这个全球气候峰会上 和拜登这个意见不合 也和拜登没有任何的交集 到这一次来这个参加这个海军的 高调参加海军的交接仪式 从这个动作上面给我感觉 这个中国和美国较近 就是可以美国叫板的这个态势是不会改变的 也就是说中美新冷战会继续开打下去 从政治场 从线上 延续到线下 延续到军事这一块 那这一次三搜同时交付 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我们的这个造船能力相当的强悍 而且在葫芦岛的 我们去年加这个扩建了这个核潜艇的这个造船厂 现在发现这个核潜艇速度 造船速度非常快 那么094必须也是要必须要更多的建 这个094 这个呢是比较成熟的 而且是这个 所谓是大国的 这个 王者风范 094 你从它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知道 它这首094 这个弦号叫长征18 长征18 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弹道的核潜艇有第18搜了 就是有18艘094 我感觉是绝对是百分之百是有的 百分之百是有18艘 具体的我们也不得而知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来讲 现在海军国家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 这次交界仪式现场 我看到有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有这个 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 还有谁啊 还有这个海军的政委司令员 张又霞 许其亮 都在这个现场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海军是很英姿萨爽的 海军很有战斗力 习近平 这个重点去参观了这个075攻击的 两栖攻击舰 这时候叫 命名为 这时候叫海南舰的 075两栖攻击舰 在现场我们看到了 重点拍摄的这个两栖 应该是这个05式两栖波战车 我看到了一些视频穿的迷彩服 两栖 这个坦克 那么从这个画面上来看的话 和之前传言的说 习近平可能需要5搜 075 5搜这个055 在发动武统 我个人感觉是不谋而合 应该是高度相似的 那么明年或者今年年底就能达到5搜 应该没问题 那么可能在今年的冬季 可能就要开干 也有可能提前 具体看形势怎么样去发展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 我看到了这个什么林玉民 这些人都在这个说一些事情 说什么事情 说北京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已无可能 现在是在做这个战场建设 这个其实是老兵从去年就开始讲了 我说灰色地带战争 这个我从去年就判断 我说本身从解放军的这么多空军的战机 在做低空战术飞行 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早就已经 包括我自己在这个G3 金台高速公众上面 我看到了这个盛况 20公里不开车灯 整齐有序的在行驶这些车辆 给我感觉 目前这个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已经没有考虑要政治解决台湾问题了 那么日本和美国最近推动的 尤其日本讲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那无非就是政治解决台湾问题 大陆直接就是删建议委的耳光 习近平直接删建议委的耳光 就告诉你 你他妈别的指手画脚 我们就是靠这三个东西 靠这个东西来解决台湾 来解决台湾问题 那大家要知道 094 094 095 095 095 不是给台湾准备的 你说 095 他在这次共谈当中 取得一级经营作用 那是可以的 但是 055和这个 094 全都是给美国准备的 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出来 两岸巨大的差距 蔡英文 对吧 参加的这个什么 什么万吨 什么补给舰 什么路列仪式 对吧 这个稿子好像 蛮大的 说一艘这个舰 可以抵挡大陆 那你看看 今天大陆在这个榆林港 海南的榆林港 你看看 搞的这 这个仪式 你看看这些武器装备 你看看 它有那个近距离的 那个镜头 一扫而过 上面的官兵 像 都像蚂蚁一样 站在上面 那个舰非常大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我们那个094 那个核潜艇 超大的 096比这个还要大 比这个还要高 还要猛 非常大 你看那个075 你看那个055 都非常非常大的 那055都万吨大区 这个为什么要说 习近平说要买五艘 可能要开打台湾呢 原因就在于 有五艘的话 在这个海域封锁的时候 这个对这个 在化力禁航区的时候 禁费区的时候 它将起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警戒作用 而且能攻击 把这个亚太地区的 美军基地全覆盖 094 当然是到中太平洋地区 去这个执行战斗 待命任务的 预警发射任务的 这个是和美国博弈 和美国 拜托万的 最主要的这个筹码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 整个一个过程 看着人非常激动 非常的振奋人心 非常的 感觉特别爽 吃他们汉堡 能多吃下一个了 本来我能吃两个 我现在能吃三个了 看今天这个 这个是 值得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 镜头 镜头直接切换到了 我们的封面图片 我的封面图片 切换到了这个 两期作战车辆 从这个上面 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就感觉 北京 你通过这个画面 就能知道 北京 他解决台湾问题 他不是吹牛逼的 他不是说什么软 还有的网友说 哎呀 这个中俄 同时发力 好像 俄罗斯现在不行了 可能就撤军了 我跟你各位讲 那个叫做战术性的撤 撤兵 不叫撤防 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啊 撤兵和撤防 是两码的事情 中印边境线 印度叫撤防 我们叫撤兵 但不撤防 区别就在于这里 大家要明白 所以这个就是中印边境线的 这个力量对比 就这么现实 那还有一则消息 也非常重要 也跟大家来讲一讲 共军演示 跨海突击利器 登陆舰守载 新式突击车 演练两期作战 大陆官媒 央视军事频道 近日报道了 中共东部战区军演演练 主题是 多兵种远程跨海兵力投送 使用072型 使用072A大型坦克登陆舰为载具 在这个舰载支撑机与炮 舰炮掩护下 运送新型猛式三代突击车 进行跨海两期作战 在解放军对台作战 成为国际军事论坛 这个讨论乐点之际 中共军方公布此一演示讯息 有极明确的针对性 央视军事频道报道称 解放军陆军第72集团军 某旅近日演练多兵种 远程跨海航洞 其中一演练项目中 包括猛式三代出击车 简称猛式三和MV3 军卡等三代军车 这是首次和登陆舰 这个 这个合体演练 展现极强的跨海兵力投送能力 也就是说 这边大家伙 我跟各位讲很明确的一点 就是这边在进行 最牛逼的这些武器的交界仪式 路列仪式 这边在搞军事演习 也没有停歇 也就是说 习近平今天去这个场所 去这个榆林港 参加这场路列仪式 这个政治意义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第一 登上075 这个海南舰 就是告诉美国 我他妈就要干台湾的 那么这 那么055 075 094 就是告诉美国 咱们继续玩下去 继续玩下去 我不仅在气候峰会上 我不会鸟你 不会按照你的思路来走 我按照我们到2030年 还是按照现在的 这个碳排放的标准来进行 对吧 那你要斗 咱们就斗 咱们就拿这些 就争刀争枪的斗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 很多这个网友 老铁给我发的 让我说一下 今天因为视频都说满 我这是第四个视频 我今天都说满了 我就放在明天讲 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 小行星的这个星球大弹计划 在小行星外建立这个导弹 应该是这个防御系统 这个名称 我到时候再去看一看 我们还是真的玩这个星球大弹计划 那么也就是说 美军现在在高精尖 这个武器方面 已经严重落后于我们了 我们这几年通过 美国当年提出来 像里根提出来 这种星球大弹计划 我们现在在执行 这个星球大弹计划 所以说美国太空 司令部司令 那么焦急 要到美国国会去做 要求美国多批钞票 那么我在想 美国现在有那么多钞票要弄吗 又要给美国人进行这个补贴 1.9万亿美元的补贴 又要完成4万亿美元的基建 又要搞7500多亿美元的军费 又要搞外太空计划 又要全球美军这个基地 要维护 要升级 它有那么多钞票吗 有那么多钞票去搞这些事情 而且现在 由于过去它严重依赖 这个海军航空兵的 这种作战模式 和全球美军的部署的 这种远程投送这种模式 美军这些年以来 它已经不怎么去把钱 投入到高阶舰的武器上 它认为我11艘航空母舰 就可以称霸全世界 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直到这个反舰弹导弹的出现 反舰 大家要知道 反舰弹导弹的出现 是什么目的 反舰弹导弹的出现 就是让你的美军航空兵 不能靠近这个大陆 不能靠近岛屿 因为海军航空兵 它都是要接近近海 来进行这个投送和作战的 因为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作为一个 海上的一个这个飞机场 对吧 让这个战机可以起飞 进行这个取得制空权 取得制海权 取得制空权 那么地面部队在推进 是美国目前的一个主要打法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认为 像他那样是搞 没有意义 但是我们那样搞 也要那样搞 但不是说在这个方面去发力 我们就在往非对称武器 往高阴晶的武器上面去发展 那么海军的这个态度 也是很明确 也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说现在 针对性很浓 这种登陆的这些载具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 新的大家伙也一搜搜在下水 进行海事 这个陆列训练 055已经有战斗力 055也有战斗力 094早就有战斗力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估计应该 补搜 应该传闻是很正确的 五搜 这个055如果说陆列的话 那吴同舰就摁下了 那我们再要稍微等待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的造材速度是非常快的 第一批是8条 将来可能要搞到几十条 都有可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老编赖昂 喜欢的 点击订阅系 归之 谢谢 谢谢